喜欢用非法机上和追剧的民众要注意了 立法院最近三读通过著作全法的第八十三条及九十七条的条文 为了业者利用机上和或APP应用程式俗称追剧神器 连接侵权网站并授予消费者将被处于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其实这样的一个部分包括第一点 包括非法影音系统的一个连接到APP的一个程式 为直接提供电脑程式但是用指导的方式将这个预设路径 透过这样的预设路径连接到APP这样的一个 那第三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式或是这样的一个非法预设途径 把这个连接器设在装置在机上和上面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是会被刻意行责还有罚金的 消保官强调这次的修法内容主要是针对提供讯号的业者进行处罚 而消费者只是有随时被断讯的危险 但消保官也说明若民众将影片下载再转播 还是可能有违反法律的疑虑 其实对民众而言民众只假如自己在家里看这样的一个追剧神器 连接看影片的话其实是不会被著作权处作权所处罚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再下载或是再转播 假如说民众自己看了之后还把它做一个储存再转播的话 其实还是会涉及著作权法的 刘新正进一步指出虽然修法内容不处罚民众 但仍不建议民众使用机上和追剧 因为若合法业者花大笔经费制作影片却收不到钱 伤害的仍然是整体的影视环境 其实对我们国家整体的有线电视的发展 或是对于正常在就是一般的业者 在投资这一块的影视的这样的业者 或是做这样的一个网路投资的业者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也会有损失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必须要透过合法的路径 合法的途径来看这样的一个剧情或是影片 这样其实对自己权益有保障 对整体的经济也是比较好的 根据台湾OTT线上影视产业协会估算 随着盗版影音崛起 如中国的安博盒子 千寻盒子等免费看到宝的鸡上盒 也就是俗称的追剧神器 已经造成台湾影视产业一年高达280亿元的损失 提醒民众想要收拾影剧 还是要透过合法付费的管道收看 才不会成为侵害著作权的帮凶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